好 橘子姐姐怎麼還沒來啊 香蕉哥哥 不好意思 我知道了 沒關係啦 橘子姐姐 那我們趕快出發吧 我的朋友已經到了 我今天早上睡過頭 趕著出門 早餐隨隨便便吃了兩口 現在懶洋洋的 我這裡剛好有 營養小金礦送給你 沒錯 奇異果又稱為 營養小金礦 早餐加一顆高營養密度的奇異果 就可以高效升級早餐營養 提升健康的含金量 哇 這麼厲害 那是當然的啊 早餐的營養很重要喔 美味的奇異果就像魔法 可以高效地讓早餐營養更均衡 那 我要開動了 等一下橘子姐姐 我們趕快先出發啦 先讓我吃一口啦 走了... 一口就好了 今天是由 專長可愛料理的美女主廚 柔柔老師 為大家完成美味早餐 我的朋友就是會教大家 做很多美味早餐的 柔柔老師 今天老師要教我們做 三道跟奇異果有關的 簡易早餐喔 哈囉 大家好 柔柔老師今天要帶來 什麼樣的奇異果早餐呢 首先我們要先製作的 奇異果三明治 趕快來看看要準備什麼材料 奇異果 吐司 鮮奶油 首先呢 我們先拿出我們一片的吐司 抹上五斤打好的鮮奶油 就均勻地把它抹上去 你們喜歡吃鮮奶油嗎 很喜歡 很喜歡 吐司加上鮮奶油 就是超級美味的 好 我們先把一片吐司 抹好了以後呢 我們再拿出另外一片 然後一樣塗上我們的鮮奶油 好 看老師抹這樣 我這樣肚子都餓起來了 而且又是很療癒的感覺 很療癒 鮮奶油吐完了以後呢 我們就拿出我們剛剛 削過皮的奇異果 把它橫上 在我們的吐司中間 放好輕輕壓一下 這個時候還沒有好喔 它旁邊是不是還空空的 對 我們要給它 所以我們要把奶油 再把它抹在它的四邊 把它包起來以後呢 我們就將第一片的吐司 把它蓋上去 它現在是不是高高的 對 非常高 我們就手把它壓一下 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保鮮膜 把它包起來 輕輕的 把孔縮緊 就可以放到我們的冰箱冷藏 好的 現在呢 我們已經把吐司 冰過五分鐘了 然後呢 現在我們要把它切對半 是對角切 好期待 把它切下去 我們要浮好 讓奇異果會化出來 我們來看看 看起來好蓬鬆 好好吃的感覺 對 好美味喔 而且這個奇異果三明治 看起來不只會好吃 裡面的營養 更是滿滿滿的喔 像許醫姐姐的早餐都亂吃 現在呢 只要在我們的早餐裡面 多加一顆 奇異果 就可以高效升級早餐的營養喔 那我可以開動了嗎 還沒還沒 柔柔老師還有兩道早餐 還沒有做 對 而且做法都非常的簡單喔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 奇異果早餐麥片 好期待喔 來看看要準備的材料唷 奇異果 麥片 葡萄乾 杏仁 牛奶 首先我們要先拿出我們的奇異果 我們要再把它切兩刀 切成半月形 轉過來 把它切成半月形 再拿一個黃金奇異果 一樣把它切成半月形 就先放旁邊 接著呢我們要倒入麥片 倒到碗裡面以後呢 我們就要放上奇異果 奇異果擺好了以後呢 我們加上杏仁 還有葡萄乾 剛剛山蕉哥哥有提到 奇異果有滿滿滿的營養 那到底有哪些營養呢 橘子姐姐妳知道嗎 奇異果有兩種顏色對不對 對耶 有黃金奇異果還有綠奇異果 綠奇異果中 富含奇異酵素及膳食纖維 可以幫助我們的腸胃消化 便便很順暢喔 那黃金奇異果還有的營養 有不一樣嗎 黃金奇異果內 富含維生素C 可以提升我們的保護力 增加火力 也可以維持我們滿滿的好心情 現在呢 加入牛奶 看起來很好吃 越來越餓了 做法非常的簡單 又可以提升我們健康含金量的 奇異果早餐麥片就完成了 好快就完成了耶 畢竟啊 早上的時光很珍貴 一分一秒都是很重要的耶 這種簡單又飲料的早餐最棒囉 沒錯 最後要教大家做的是 奇異果奇牙籽優格 那也是非常的爽口又簡單 耶 我的早餐就快完成了 那我們趕快來看看 奇異果奇牙籽優格 要準備什麼材料吧 奇異果 無糖優格 奇牙籽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動手做吧 首先呢 我們先將 黃金奇異果切成的奇異果 所以放到 裡面 我們要放三分之一左右 然後把它搓平 好了 三分之一好了以後呢 就要拿出我們的 奇牙籽優格 那這個無糖優格呢 加到奇牙籽裡面呢 我們要先把它攪斷過後 放到我們的冷藏 經過一個晚上 就可以把它拿出來使用了 那接著呢 我們就是把它 擠到杯子裡面 擠到八分滿的地方 看起來有層次 它現在擠奶油的感覺 好 把它鋪平 然後接著呢 要把我們的 黃金奇異果切成的丁 把它放到 杯子上面 我們一邊放一個顏色 一半一半 對 我們一半放黃色 一半放綠色 顏色非常的漂亮 好了 換你們做吧 奇異果怎麼這麼厲害 小小一顆 就有這麼多的營養 奇異果又叫 營養小金礦 因為它富含 奇異酵素 膳食纖維 以及維生素C 被認為是 高營養密度的水果 太好了 我們的奇異果奇牙籽優格 完成了 營養滿分又簡單上手的 Kiwi火力餐完成了 完成了 美味菜豆 想不到奇異果 可以有這麼多的變化 那我們的早餐呢 吃的營養均衡 也是非常重要的喔 我就是早餐 都加一顆奇異果 所以每天才這樣 超級有活力 奇異果真的是 那每天呢 可以吃一顆奇異果 那在家的話呢 也可以請爸爸媽媽 幫我們把奇異果切成對半 然後用湯匙挖 也是非常方便的喔 那我們趕快來吃看看吧 好好吃喔 我都不敢相信 這是我們做出來的 太美味了 我覺得奇異果 就是有一種魔法 酸酸甜甜的滋味 把食物變得很好吃 透過柔柔老師的方法 很簡單又很快速 就可以做出營養的早餐耶 太棒了 真的 沒有想到小小一顆奇異果 可以玩出這麼多的變化 回家也要自己做做看 那我們今天的 Yoyo小食堂 成功 我要繼續吃了 太美味了 一起再來複習 營養滿分的 Kiwi活力餐要怎麼做吧 第一道 新鮮奇異果三明治 將鮮奶油抹在兩片吐司上 其中一片吐司 放上奇異果後 再蓋上另一片吐司 用保鮮膜將吐司包起 放入冰箱冷藏五分鐘 將奇異果三明治切開 新鮮奇異果三明治 就完成囉 第二道 奇異果早餐麥片 將奇異果切成半月形 將麥片 奇異果杏仁 葡萄乾 放入碗內 再倒入牛奶 奇異果早餐麥片 就完成囉 第三道 奇異果奇芽籽優格 將無糖優格 及奇芽籽拌勻 放入冰箱冷藏一碗備用 將奇異果切碎及切丁備用 繼續將奇異果碎 奇芽籽優格 放入玻璃杯中 最後放上奇異果丁裝飾 奇異果奇芽籽優格 就完成囉 簡單又營養的早餐 你學起來了嗎 趕快動手做做看吧